这是汉高祖刘邦被骂得最惨的一次 为了活下去 他将两千个女人送给敌人四一碗弄 才换得一线生机 弟兄们啊 快来啊 汉王啊 东门出墙 出来的全是女兵啊 蓬城一战 刘邦被向与三万大军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被困在行程 面对着新增的整整五十万敌军的包围 刘邦根本没有丝毫赢得可能 想要逃出去只有一个办法 只需找一个与汉王相貌相似之人 被将城中女与女扮男装通作士族 趁夜色出东门请霸王大祥 霸王一定纯兵东门之外 汉王从西门出围 见金蝉脱俏 张良话说得好听 然而众人都很清楚 这就是要找个人代替刘邦去死 刘邦表面上连连拒绝 实际上却在暗中观察众人的反应 他不能主动让人去死 那不符合他平日爱民如此的人设 就在此时 从刘邦起一遍跟随的季性主动站了出来 拦下了这个实死无生的任务 刘邦还在假意阻拦 季性却是心意已决 汉王有难 离人臣者 当替王死 汉王如若再不应允 臣只能立死于殿上 眼看无法阻拦 刘邦才不情不愿地同意 为了弥补季性 刘邦直接跪在季性面前 保证会帮他了结后事 这才算终于解决了金蝉脱俏的替死人选 接下来就是说服项羽接受刘邦的投降了 而这活飞说客利益机莫属 到了楚营的利益机 十分明白 项羽就是害怕再次被刘邦炸响 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解决之道 戴王 只要你抓住汉王 你还管什么 真想假想啊 听完利益机这么一说 项羽果然放下了心 欣然接受了刘邦的投降 早早地便在商定好的东门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等刘邦入网了 但是项羽却没想到 他苦等半天的刘邦 却趁着所有包围行程的士兵 赶着去东门凑热闹的时候 悄悄地从西门逃走了 就这样 苦等了一天的项羽 只等到了装作汉王的记性 还有记性的一番讽刺 项羽这才知道自己又被耍了 气急的他直接下令活活烧死记性 以报自己再次被戏耍之仇 没关系 紅 thankful 红